新年的假期一眨眼的功夫就结束了 我也重新回到了接盘侠的位置上 假期回来 第一个收到的盘是一张闪迪的CF卡 容量是128G的 据说它拍的素材就在里面 现在内存卡连接相机或者电脑都无法识别 这种接口是IDE定义的 恰好我之前就买了一个转接版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电流有多少 内存卡的供电应该是没啥问题的 我们拔出来验证一下 拔出以后是0.18 插进去有0.2 另外我也接上设备丑了一眼 可以看到它的状态是可以就绪的 不过只认出了一个31.5兆的容量 像这种一般都是固件挂了 好了现在证明网友的素材 同时也变成了我的素材 这种叫做素材共享 咱们直接把这个外壳给它拆了 沿着一个边缘给它切下去 虽然这一个主控面上写的是一个闪迪 再加上一串数字 不过它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惠勇的 SM236主控 因为主控把后面的这一串丝印就出卖了它 看到这个主控方案 我心里就放心多了 因为只要不是颗粒损坏的特别严重情况下 这个主控出来的产品恢复成功率还是蛮高的 我个人最喜欢干这个主控了 直接把它这两个颗粒给它撸下来 颗粒现在我已经给它堵好了 直接开门红 但是别慌 这是闪迪的正常操作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ECC打开 然后就可以滤掉了 先给它进行一下ECC修复 颗粒的ECC这边我已经给它修完了 七十二三六这一个主控还是比较容易处理的 只需要把固件部分的顺序给它找对就好了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找到了 这一个应该就是第一位 把它挪上去 这里只找到了一半 然后再找另一半 另一半 我看一下应该是这个 现在它的另一半我已经给它找到了 后面这一些就闭着眼睛都可以搞出来了 花了点时间 我已经把它的读取算法给它安排好了 咱们打开看一下 这个MBR已经出来了 看一下里面的文件 这个目录估计是旧的 上面的文件都不对 应该是这个内存卡坏掉的时候 目录没有及时更新导致的 这时候我们需要给它保存一下镜像 然后进行全盘搜索 现在我已经把内存卡上面的文件全部给找出来了 一共有114G 差不多115 几乎都是满的这整张卡 刚才我已经偷偷确认过了 里面都是照片 基本上95%以上都是好的 剩下的这些就让机器的主人自己去确认吧 我们继续来挑战一个海力士的硬盘 这一块盘是我在假期之前收到的 因为当时急着赶车 所以这一块盘只修了一半 当时我上机检查的时候 它是没有任何状态的 而且我看了一下 这些芯片周围 还有不少的焊油残留在这上面 于是我问了一下对方是不是维修过的 对方说没有 但是他这一块盘买的是一个二手盘 所以不排除这一块盘 它是维修好以后又重新回流到市场的 而且我检查了一下 这些焊油上面还沾了不少的灰尘 所以基本确认情况是属实的 当时我把这些颗粒拆下来单独检测了一遍 看到周围是掉了一堆点的 我也把这一个情况如实告知了对方 随后我给他找了一个包好的料板 把颗粒给他换上了 但是依旧无法被识别 因为这个颗粒跟主控他们是成绑定关系的 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原来的主控也给他替换一下 希望他原来的这一个主控拆下来的时候 也不要像颗粒一样是掉一堆点的 那样就不好玩了 他原来的这一个主板 他的主控焊盘周围其实也是有掉点的 不过还好 这个主控并没有掉 这个主控我现在已经给他重新植好球了 他的盘很有可能之前是摔过一遍的 然后麦家那边给他重新加焊过一遍以后 又能正常识别了 就直接当二手盘卖了出去 用了一段时间以后 因为发热导致原本的焊盘出现了膨胀脱离 才最终导致损坏不识别的 以上只是我的种种猜测 那他具体是不是呢 我们先把这个主控给他重新安装回去看一下 主控现在我已经给他装好了 咱们通个电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状态灯已经亮起来了 不过这里有一个长盲是什么鬼 进去看看吧 好像硬盘的数据还是访问不了 这里有一个状态灯一直在爆错 该不会是翻车了吧 有状态的 总比之前没有任何状态的要强一点嘛 我现在的内心是毫无波澜的 毕竟有状态 证明离成功 他又进了一步 虽然到最后的结果 还是有可能会大概率翻车的 不过海力士在我这边翻车也算正常啊 因为海力士实在是太难修了 比三星的成功率还要低 我们现在再把这一个主控拆下来重植一遍吧 主控这边我又给他重植过一遍了 结果还是吃了海力士的闭门羹 没有办法 我也只好跟盘主那边如实的交代了 对方表示也能理解 只要尽力了就好 本来我还想拿个连胜的 但还是逃不过 被海力士按在地上狠狠的摩擦 现在我们继续回到QLC硬盘暴力测试这一边 之前我是给这一批硬盘放了三周的长假 但是在放假之前 我有给这些硬盘写过一次全版数据交验 交验时间大概是2月3号 当时写入的时候是可以全部测试通过的 现在假期回来已经有硬盘出现问题了 这边有一块英特尔已经变成这种RAW格式 刚才我也用Vinx尝试访问过 它是无法被打开的 提示无法访问 下面还有几块 我们继续 好的 第二块英特尔可以正常上线 SN350也正常 英锐达也还好 海力士这一个也正常 目前就只有一块英特尔的有问题 现在我们来给它交验一下数据看看 数据交验现在正在进行中 不出意外 每块盘的读取速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凯霞这一个还稍微正常一点 其中降幅最大的是西数这边 现在已经完全变成大号U盘了 其次是英特尔跟海力士这里 英特尔有一块盘在刚才已经掉盘了 同为N38的颗粒 两者的速度其实差距不大 这里最让我不解的是英锐达 虽然用了B58R的TLC颗粒 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严重的掉速情况 目前的平均速度是维持在302兆左右 姿态这边的平均速度维持在差不多370兆左右吧 算是NV协议的QLC硬盘中最快的那一个了 三星这边因为写入量并不大 所以读取速度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 这边我看了一下三星 也就写了130T吧 这里让我想起了之前评论区的老哥说 自己的电脑自带的是QLC的硬盘 在关机存放了几个月以后 里面的数据出现了无法拷贝 或者是难以读取的情况 不过因为之前这些测试盘 写入量本身就比较大 这些显示不良的都已经达到了官方标称的写入量了 晶体管出现一点磨损也算是正常的嘛 待会这些硬盘全部校验通过以后 我会继续进行暴力测试 先给他进行一下安全擦除 因为我想看一下他们的极限在哪里 那么这周就先这样吧 好 感谢观看